在虎族的王朝之中 如果说战力 人们会想到杀死成年犀牛的凯皇 KCT-085 强势统治群雄歌剧的班达加战神T-22塔伦 11秒杀死水头的麒麟毕拉甲 永不退后的班达加暴君查吉尔等传奇虎王 但如果说最像人类并且最有感情的虎王 当属老虎女王马其利的孙子乌斯塔德的兄弟 因为T-17而被动绿了星星男的T-25 美元男 2006年1月 T-20诸母鲁熊虎和T-22老格乃特吉尔斯母虎 生育了三只幼崽 分别被命名为T-23 T-24以及T-25 T-23是老大 性格很强势 后面在保护区的缓冲区称王称霸 T-24乌斯塔德也因为实力强大而占据着几大区 混得风生水起 而T-25美元男相比两位哥哥来看 简直像是一个小透明 小时候的美元男都是被哥哥们欺负的份 进食食物也是要等两位哥哥吃完了他才能吃 流浪后 他蹭着T-6熊虎不经常来到保护区五区的边境的部分领地 抓住机会重大实力 直到他猥琐发育 长到250公斤时 不得不需要更多肉食发育 而频繁打猎和出入五区 这才被T-6熊虎发现 面对此时已经非常强壮的美元男 T-6熊虎只好默许了美元男的存在 甚至将其领地主动缩小了一部分 以免产生冲突 美元男也很上当 也不攻击 最开始给了他极大便利和机会的T-6熊虎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争取的 但从这一时期来看 美元男是一个低调又不喜欢主动扩张的熊虎 似乎在别人眼中 美元男就是那个平平无奇 性格又孤僻的笨小孩 直到有一天 他遇见了T-5母虎之后 属于他的传奇 才渐渐地拉开序幕 2010年 4岁的美元男T-25看到了 T-6熊虎领地内的T-5母虎 瞬间被母虎绝带的风姿所吸引 于是发动了入侵 将T-6熊虎的领地蚕食了一部分 顺利囊括了T-5所在的位置后 美元男开始向T-5母虎疯狂求爱 T-5母虎见成年的美元男如此的威猛 心中早已经暗自许下芳心 在矜持了几天之后 答应了美元男的求爱 之后 T-5母虎顺利为美元男生下了两只雌性幼崽 分别被命名为B-1和B-2 由于保护区的雌性老虎比较少 所以保护区特别关注这两只幼崽的情况 然而 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美元男年轻的妻子T-5 突然暴毙死在了荒野之上 有人怀疑是被偷恋 于是当地保护区叫来了兽医 对T-5母虎进行了解剖化验 最终排除T-5母虎死于偷恋 而是因为肠道的疾病而意外死亡 可怜的美元男还在领地内 一遍又一遍地找寻着自己的妻子 直至到了T-5母虎经常盘坐的位置上 沉默不语 他一定是想T-5母虎了 2011年 由于保护区极度缺少母虎数量 护林员往幼崽所在的地方投放了食物 就在护林员担心食物被周围动物雕走后 人们在黑暗之中 惊喜地发现美元男正陪伴在幼崽身边 很显然 在美元男妻子T-5走后 美元男主动当起了母亲的角色 化身为超级奶爸 从那之后 人们可以经常看到美元男陪伴避纳一和避纳二玩耍 为两只幼崽提供食物和安全 母虎死亡 熊虎悲痛 并担负起养育幼崽 这在虎族之中非常少见 这也让美元男从无名小卒 一跃成为拥有十万粉丝的小网红 而此时 新女王T-17赶走她母亲马其利后 在湖区宝地与星星男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 却始终没能怀孕 这可让星星男愁坏了 还以为是自己有问题 直到星星男跟T-17的姐妹T-19交配后 顺利繁衍血脉后 星星男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不是自己的问题 而是新女王不能生育 自此 星星男回到T-17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少 而T-17一辈子好强 赶走母亲和姐妹登上的王座 每件事情都是第一 凭什么无法生育 带着这个怨气 T-17萌生了一个胆大的念头 她离开了核心湖区 一路穿行 来到了四区美元男的位置 发出臣服和交配的信息 美元男心头一惊 T-17这个湖区女王 她是认识的 因为T-17是有史以来最上进的母虎之一 其容貌之美丽 如虎中仙子 这等角色 竟然突然来到她的领地 表示臣服和交配 怕不是星星男的诡计 美元男低吼了几声 环顾了四周 剑梅看到星星男出现后 瞬间大胆起来 两虎犹如干柴烈火一般 发出抑制住很久的洪流 之后 T-17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此后 T-17更是频繁地往返于美元男 和湖区之间 但T-17却始终没有怀孕 难道是T-17的问题 她具备不孕不遇的征兆 于是人们决定对T-17进行麻醉 最后经过老虎博士的会诊 T-17无法怀孕的原因 竟然是她所带的无线电圈 当取下无线电圈后 T-17准备再次找到美元男 进行交配繁衍时 却看到了美元男正带着她两个女儿 在水边玩耍 T-17健壮更是不顾美元男的嘶吼 反而愈加靠近 美元男连忙将女儿护在自己身后 并对T-17发出警告的嘶吼 但T-17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直到快要靠近美元男身边时 才趴在地上做出沉浮的姿态 并表露自己的心意 美元男健壮知道T-17没有危险 便跟着T-17到了隐秘的位置 过程一切顺利 这一次T-17成功怀孕 为了照顾新生的狐仔宝宝 T-17放弃了她的王位 转身来到了美元男的领地周边 辛苦地养育着出生不久的三个孩子 而回到湖区的国王星星男 见T-17已经很久没有来到这里 他怀疑T-17跟其他老虎跑了 他有种被绿的感觉 于是他开始在湖区拼命巡逻 四处搜索 终于在2012年12月 愤怒的星星男一路搜寻 踏进了T-25的领地 并且找到了T-17母子四人 看到了三只小虎 星星男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她的皇后竟然背着她偷情 而且还有了三只宝宝 于是星星男准备上前杀死三只幼崽 而十七健壮则联盟上前游说 并借机转移话题 将星星男引诱至山坡上 被绿的星星男失声痛苦道 为什么背叛我 T-17则冷笑道 因为你无法让我怀孕 星星男怒喝一声 明明是你的问题 你妹妹T-19都能顺利怀孕上 为什么你不行 T-17听罢大怒 好啊 你居然背着我干坏事 吃我一炸 T-17疯狂出击 跟她的母亲马其利一样的凶狠 星星男被伤了腿 T-17则受伤更严重薄行 连忙转移了弟弟 此时的美人男 正在抵抗他的兄弟 乌斯塔德的入侵 乌斯塔德来这里 是为了美人男辛苦养大的两个孩子 作为既当爹又当妈的美人男 自然不乐意将自己的女儿拱手相让 两个亲兄弟互有拱手 形成拉锯 可是保护区却把两只母虎 给人为转移给更缺母虎的保护区 失去母虎的气味后 乌斯塔德失去了入侵的动力 瞬间退走 而失去爱女的美人男 非常愤怒 当他回到T-17这里 竟发现老婆T-17伤口未愈 一家四口被星星男欺负 美人男立刻火冒三丈 带着复仇之火 来到了星星男养伤的地方 将星星男狂扁一顿 打得星星男落荒而逃 而美人男也顺利将统治区域 扩大到了湖区一带 美人男驱逐了星星男后 正企图再进一步 继续霸占T-19克里希腊 然而T-17的噩耗突然传来 T-17疑似被盗猎失踪不见 而在他的领地范围内 只剩下他的三个孩子 在嗷嗷待遇 三只可怜巴巴的幼虎 还未独立 饿着肚子四处乱窜 保护区非常担心 对他们进行了投食救助 心有所感的美人男 突然失去了对T-19的兴趣 他连忙奔跑来到T-17所在的位置 看到了三只幼虎饿着肚子 但唯独没有T-17的任何气味 美人男见状非常自责 都是因为自己的花心 导致了T-17的死亡 他痛苦地嚎叫了几天后 又开始化身为奶爸 将他与T-17女王生育的 三只宝宝带在身边 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而美人男也在一次成功地 将三只幼虎抚养至独立年龄 连续多次养育儿女 并始终能坚守守护幼崽至成年 这在熊虎之中极其罕见 而美人男自此 也正是被人冠以超级奶爸 少女眼泪杀手等荣誉称号 成为一代传奇虎王 然而 很可惜 这只传奇虎王超级奶爸 却没有寿终正寝 在2020年1月20日 T-25美人男被发现 死于村庄边上的水沟旁边 被发现时 他的身上已经呈现出 令人惊惧的黑色斑点 整个头颅也呈现出黑色 并且 他的身上没有与其他熊虎决斗的踪迹 所以 美人男大概率是被附近村民投毒致死 保护区健壮 没有直接回应美人男的死亡原因 并且大概率是为了避免被全球虎迷讨伐 而选择了对美人男的尸体快速火化 当冲天的火光点燃木堆时 燃烧的大火也净化了属于美人男的一切 至此 一代传奇虎王彻底落下帷幕 令人唏嘘不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